我是李明雪 出生于中国东北的铁岭 到上海上大学 并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 我决定每年到美丽的沙巴来居住一段时间 是因为我和我家领导 特别喜欢沙巴丰富的生态环境 尤其是这里四届级的热带雨林 我喜欢拍摄各种野生动物 坐在沙巴可以充分享受在热带雨林里 拍摄各种真情益受的乐趣 在沙巴住了久了 发现沙巴除了自然环境特别棒 更发现沙巴人特别可爱 他们非常淳朴而且热情 尤其是我认识的这位朋友哈提 我和哈提已经是认识六年的老朋友了 他是我见过沙巴最好的自然向导 同时他和我一样酷爱野生动物摄影 哈提真的拍摄过很多婆罗洲岛 最珍惜的野生动物物种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 哈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金河 我准备去金河看望这位老朋友 并和他一起去探索金河地区丰富的生态 拍摄一些用于帮助宣传沙巴生态旅游的照片和视频 刚好赶上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哈提正在忙着给他的社区的庆祝舞蹈表演拍摄 他非常热衷于参与自己社区的活动 为自己的社区尽心尽力 话说他们跳得真来劲 我们先来到哈提的社区管理运营的金河的Eco Camp 拍摄这里丰富的野生动物 他非常了解各种野生动物的习性 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什么动物 应该怎么拍这些动物 并不 Indigenous 小岁 小岁 匠 promises 小岁 ожид 少 チ 应该说这次的收获相当丰富 拍到了很多特别棒的物种和行为 除了金河 沙巴还有很多非常棒 保护得很好的热带雨林保护区 里面还有很多非常神奇的野生动物 只可惜中国游客对沙巴的热带雨林滋滋甚少 总以为沙巴只是一个海岛休假度假的目的地 其实沙巴的热带雨林才是其世界最著名的生态旅游资源 当然沙巴的生态环境面临很多挑战 比如雨林的碎片化趋势 攀滑了一些野生动物 我和哈蒂一起去帮助他的社区去种一些树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成长为参天大树 把碎片化的雨林连接起来 给野生动物创造一个安全迁徙的通道 结的果实 给野生动物提供更丰富的食物来源 生态旅游能够帮助沙巴人 给他们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 也鼓励他们能够更好地去保护宝贵的自然环境 通过我和哈蒂拍摄的影像资料 希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到沙巴真正世界级的生态旅游资源 吸引他们来到沙巴 跟随像哈蒂这样优秀的自然向导 深入热带雨林 了解和欣赏那里神秘而且珍惜的野生动物的同时 体会到沙巴本地人的热情与友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摄